机构席位 北向资金 邮资动向机构资金单日买入1000万 加 桥圆股份301286 化学制品加医疗器械 4家机构买入一家机构卖出 机构净买入4805万 占比13.51% 是昨日机构净买入最多占比最多的个股 公司公告 公司动态点评 上海林港600848你以现金 33亿元收购芯片区经济公司 85.71%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芯片区经济公司将成为上海林港全资子公司 机构资金10日内连续买入1000万加 桥圆股份3012 化学制品加医疗器械 11月9日至11月10日 机构资金两次净买入 11月10日净买入4557万 较之前小幅增加 消息一动 资金一动过去一周 京阳A股猛料一动股急紧 本周四A股猛料 前景园林603778 国力科技300716 核心股份60500 利好刺激 逆势大涨 中来股份300393 实控人张玉正 你将所持公司9.7%股份转让给就能电力 合计受让金额18.17亿元 后者同时你取得林建伟持有的公司 10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而A股市场中 主营半导体气体的相关上市公司 正在不断地斩获新订单 除了新冠治疗外 进博会是全球医药企业深耕中国市场 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 全球15大药品巨头 首次齐聚进博会 未来将实现对我国市场的开拓和深耕 对于我国医药行业来说 具有长远的影响 机构资金板块性调仓 11月10日机构竟买入超过1000万的个股6只 竟卖出超过1000万的个股11只 本资并购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好事 中来股份在光伏领域的优势 智能电力没有 所以新冬价借中来拓展了新能源领域相关业务 未来不排除会有后续动作帮助中 来股份继续做强主营 点评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 我国在新冠检测 疫苗和治疗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目前国内已经有多个新冠治疗药物 进入到开发后期